解西卡本来有个幸福的家庭 但随着丈夫毫无征兆地突然自杀后 她的世界轰然倒塌 经过半年多的心理诊疗 仍然未能减轻她内心的悲痛 终于 解西卡下定决心远离这个让她欣赏的城市 新的目的地需要四天的车程 她拉着一些家具独自出发了 行驶到山江公路后 前面一辆吉普车归宿行驶 解西卡几次想要变倒超车 但对方好像故意跟她较劲 既不加速也不让路 解西卡有些不耐烦 在一个弯道处终于看准时机超过了解普车 设置 下一秒 解普车就并排追上来让她无法变倒 紧急着一辆卡车迎面驶来 未及时刻 解西卡强行变倒回到了正向车道 好在 解普车及时放满车锁 才避免了一场车祸惨剧 可随后 解普车又追上来猛按喇叭 解西卡不想惹事生非 便拐向了旁边的岔道 看到解普车没有跟过来 她才松了一口气 夜晚 解西卡在加油站加油时 又看到了那辆解普车 好在 对方并没有找查 很快就离开了 解西卡住进汽车旅馆后 翻看着与丈夫在一起时的照片 不禁流满面 往日的幸福画面 如今却变成了利剑 一下下刺动着她的心 第二天 解西卡早早起床继续赶路 她刚坐进车里 一个自称叫沙姆的男子上前搭话 说他是解普车的主人 并为昨天的事深感抱歉 虽然对方言语和善 但解西卡并没有放下戒备 表示了谅解后匆匆离去 但没行驶多久 她就看到 山姆的车子停在了前方 解西卡独自在外 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 接二连三地遇到山姆 她认为绝非偶然 她正准备从旁边开过去时 却被山姆拦了下来 山姆声称 她的车子抛锚了 希望解西卡能把她烧带到下一个镇上 满怀借心的解西卡没有下车 并表示 等她到达下一个加油站后 会让加油站的人过来帮助山姆的 说完 不顾山姆的叫喊 禁止离开了 然而 晚上解西卡在一处休息站停下的休息时 山姆又阴魂不散地跟过来 解西卡慌忙上车 离开了休息站 当她行驶到偏僻的公路上时 看到后面有辆车急速追来 心生害怕的解西卡 拨打报警电话说 她被人跟踪了 但这时 只见后面的车辆快速超过大 很快就没了踪影 解西卡平复了下心情 告诉警方可能是她搞错了 可刚挂了电话没多久 后面拖挂车厢的轮胎出了问题 车子失控 冲向路边的草丛停了下来 解西卡下车检查 看到轮胎上平整的裂口 意识到情况不对 果然 这时有辆车子正朝她这边驶来 解西卡急忙卸下拖车扣 准备开车逃离 但为时已晚 追过来的山姆用半手砸了车窗 打开车门抓住解西卡 然后给她注射了麻醉剂 第二天早上 解西卡在一间临终木屋心爱 她的鞋被拿走 门窗紧闭 任凭她叫破喉咙也没有人理会 直到天黑后 山姆才出现 解西卡恳求山姆 如果求财她可以给 而且保证不会揭发 山姆却笑着表示 解西卡不是第一个这样哀求过她的人 看来 这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的 解西卡有些绝望 但她很快冷静下来 体处想要聚洗手间 试图借机逃跑 山姆早看穿了她的心思 把她拖转回来 然后拿出解西卡的平板 播放了一段 解西卡和丈夫在一起的甜蜜视频 解西卡看着顿时痛哭不止 次日天亮后 解西卡听到外面没有动静 便试图打开房门逃走 她透过钥匙孔看到 钥匙就插在门外 心中生起了无限希望 解西卡想办法从木桩上 拔下一个长钉 然后把外套平铺着 从门缝塞到门外 再用长钉把钥匙顶出来 接着拉回外套 拿到钥匙打开房门 她轻手轻脚的来到了楼上 不料 解西卡恰好买东西回来了 解西卡只好躲到大门后面的小屋里 不一会儿 解西卡接着了妻子的电话 从对话内容可以得知 解西卡并不知道丈夫的恶行 还以为解西卡正在外地出差 挂断电话后 解西卡趁机狂奔出小屋 可门外是人烟喊之的丛林 求救的机会渺茫 解西卡很快被树枝刺上了脚底 她顾不上疼痛继续奔逃 却被一条河流拦住了去路 眼看山姆步步紧逼 解西卡先一横 跳进湍急的河水里顺流而下 不久后 她终于游上来 一蹶一拐地在丛林里寻找出路时 她隐约听到这位有动静 并躲到一棵大树后 等到脚步靠近 突然抡起棍子将对方击倒 但没想到 她击中的是一个来打猎的路人 解西卡健壮 急忙向对方讲述了 自己被绑架和囚禁的遭遇 猎人本想打电话报警 但手机被解西卡刚才那一棍子打坏了 于是 猎人变得算开车带着解西卡离开丛林 并在车上给解西卡找了一双鞋子 一路上 解西卡显得心神不宁 总感觉山姆就在附近 车子行驶一段路程后 前方一棵平坦的大树 拦住了唯一的道路 解西卡顿时情绪激动起来 她猜测 山姆已经追来 果不其然 山姆很快就跟和鬼一样开车出现 并对猎人谎称 解西卡是她的妹妹 因为丈夫的自杀精神受了刺激 一发病就到处乱跑 两人各说各的 猎人一时间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这时 解西卡提醒猎人 拿山姆的手机打电话报警 猎人这才回过身来 只有报警才是万全之策 山姆掏出手机 假装递给猎人猛然出手偷袭 数据中锤后 开枪将猎人杀害 接着 获得新装备的山姆继续追击 解西卡一路奔逃 夜晚 天空下起了大雨 她便躲到了一块岩石下 但山姆很快寻到附近 解西卡看到灯光消失 以为山姆已经离开 并跑了出来 结果被印在旁边的山姆 击中了肩膀 解西卡强忍着疼痛 一路爬到草丛掩盖下的水坑里 躲了起来 虽然看不到人 但山姆知道 解西卡就在附近 她先是放下猎枪 非常表演地大喊着 让解西卡出来 跟她公平决斗 接着又大骂解西卡 和她丈夫一样都是懦夫 逃生的过程 已经让解西卡的内心 变得无比坚韧 强压着冲动和痛苦 没有轻举妄动 最后 软硬不得发的山姆 只好信心而去 偏恋后 解西卡在丛林里寻找出路时 忽然听到有汽车声 她驻足观望 只见山姆正在掩埋猎人的尸体 于是 她悄悄绕到山姆车上 可惜 车钥匙不在 她便拿走了山姆的手机 正在这时 山姆回来了 解西卡来不及下车 顺势藏到后车厢 路上 解西卡拨打了报警电话 但由于她的声音太小 解西卡根本听不清 而山姆估计想刷回视频 开始到处翻唱手机 解西卡趁着暴露之前 果断先发制人 一般手轮了上去 但山姆一场抗奏 边扭方向干扰解西卡的平衡 边摸出刀子反击 却被解西卡刺中手臂 紧接着 车子失控翻了车 解西卡爬出车外 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 一路向开过地跑去 山姆提到紧追上来 解西卡似乎下了某种决心 不再逃跑 而是拨通山姆妻子的电话 实名举报 山姆是个绑架犯和杀人犯 山姆妻子一开始不相信 直到她听到山姆的声音 才知道丈夫说了话 杀人诛心 山姆因为在妻子面前 暴露了罪行而崩溃 扑上来与解西卡扭打在一起 受伤的小鹿 面对要他命的恶狼 以生命为赌注 拼命反击 生生咬下对方一块肉 最终用必杀一道了结了山姆 警方直升机的风浪吹在脸上 满身宁念的吉西卡知道 他逃出来了 好了 本期就要记得 希望我的朋友不要来点赞和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